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体快8的发明 它是快速公交BRT的优点的结合体 也是蔚来地铁及BRT的一个替代体 大家都知道路面上行驶最多的是什么车 小轿车 但是最矮的是什么车 也是小轿车 一般的城市立交桥的建高 都是4米5至5米5 立体快8的创新点就利用轿车之上 与立交桥之下的空间来运行 立体快8它最大的特点 它是节省了道路的资源 它效率高 载客多 它能减少主要交通干道的25%至30%的交通拥堵 它的平均时速是40公里 它每辆在1200人 就是每一节是300人 这个立体快8的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它时工周期短 它40公里一年就完工 40公里的地铁 最快的最快的要三年 还有一个现在的公交大巴 它要占据很大的停车场 而这个大巴却不用了 它就停在每一个站上就可以 不影响教堂的通行 这是这个大巴里面的内部的环境 和它的空间 它有很大的天窗 感觉进去以后没有压抑感 立体快8都有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地面改造 及站台的设置 这个地面的改造它是有两种 有一种可以铺设两条轨道 铺设轨道以后它会节能30% 两条轨道是横跨两条行车道 这样的话便于轿车在快8的底下通行 还可以不铺轨 在不装轨道的情况下 就要在路面上画上两条白印 把自动驾驶技术移进来 它照样走直线 也不会摆动 站台是分为两种 一种从立体快8的侧面来上下刻 另一种 这大巴里是有楼梯的 顶部拉门拉开以后 可以上到天桥顶上 从天桥上上下刻 它完全利用适政的电力 和太阳能供电系统 这两种电力来驱动 它这个适政电的驱动 叫接力直给电视 利用车自身做导体 车上面加两条滑轨 它有充电桩 这个充电桩 只要车一走的过程中 它就触到了 触到了以后 接力是吗 第一个桩都碰上了 充电的 它还继续往前走 继续往前走的过程中 实际上还没脱离的时候 下一个抽电桩 已经跟轨道又接上了 它这种叫接力式供电方式 这种也是一种新的发明 在全球也是没有的 这边这个是超级电容 上下刻的时候 它是用快速充电方式 快速储电方式 也是快速放电方式 一次充电跑到下一个站 上下刻是够跑到下一个站的 就是能彻底实现的 有毒气体的零排放 短片里大家都能看到了 它为什么有超速摸出来 这个也怕有些超高的车 误闯到这条道上以后 它会报警 它是用激光扫描的 除了有限高楼门架以外 大家都看到 后边是有一块视频 它会报警 它这个车里边还有灯 还有转向灯 这个大巴是需要转弯的时候 它里边的转向灯要亮的 还有它又设置了雷达扫描系统 如果你这个车行驶的过程中 你跑偏了 你离我这个大巴的腿 比较太近了 它的灯会闪 会暴警 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现在大家都知道 很多城市它的信号系统 是全部重新设定的 设定的理由就是公交优先 到了路口 红灯自动亮 其他车一定要等它过来以后 其他车才可以放行 我们这种也可以根据BRT 这个信号原理来设置 比如说它需要转弯的时候 如果底下的车也随着它转弯 那这样就不影响 如果影响其他车转弯的时候 也是红灯亮起 其他车暂停 它转弯以后 其他车再继续通行 那么高的一个大巴 宽度是6米 一旦车出事故了 人怎么下来 它应该是全球公共交通领域中 最先进的逃车系统 一旦发生火灾或者突发事件的时候 它会自动打开 大家可能都坐过飞机 那个飞机在逃绳的时候 它有一个充气的梯 人都滑下去 我是根据那个原理 发明了这种逃绳系统 说它逃绳是最快的 每辆立体快发每年 它可减少燃油864吨 减少碳排放2640吨 目前我们这个立体快发 第一期阶段论证已经通过了 在8月底之前 所有技术方面的论证 就是完全通过 现在我们北京市门头沟区 它打造一个生态城 它已经规划进去186公里 今年年底就要动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